第一就是我們應該盡快收回 單程證的審批權 這個是急不容緩的 第二的話 就這次如果大家看到 單程證的數字 還多過每日150 即是其實出了很大的問題 特區政府林鄭是有責任 跟內地當局去釐清 為什麼會突出一個數字 是不是有人做錯數 亂禁批 批多過大家的協議 我同意是應該分他們的需要 譬如是團聚的夫婦 或者是年幼的子女 但是其他的人士 包括已經成年的人士 是不是應該擺後少少的一個次序呢 我們知道新來港人士那個 那個性質 其實絕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多以上 其實都是家庭團聚 在家庭團聚這個基本人權之上 其實我們很難說什麼審批手續的 即是我們不能夠選 家庭團聚我們選一些精壯些的來 那些小朋友正在讀書 沒有勞動力那些就不要給他們來 或者老的那些要社會照顧那些 我們不要給他們來 我們沒有可能這樣說的 所以說這個審批其實只有一個港字 你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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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他